你在三天之内 你的这个数字进行提高 好 那么同样的宝贝呢 客户判断的标准 主要就是三大部分 第一点加细语 第二三天内销量 第三宝贝细节 每一个客户 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他所需要的这种热卖又好平衡宝贝 我们大家知道 每一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 尤其在网上买东西的客户 大家都知道时间是很宝贵的 谁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他所喜欢的 最终意的那个宝贝 那么以下三项 是他最快的一个参港值 第三 买家不能够立即分辨 终意宝贝的与众不同 我们来看这件宝贝 那么我们放在卖家的角度去看 我们看不到这件宝贝的 与众不同之处 很普通的 而且图片拍的比较灰 它也没有文字性的说明 说每一个细节是什么样 那么它在照片上 把每一个细节都拍了出来 但是拍的细节不是太多 但是没有说明这些细节 食品接触材料的一个检测组织的一个标识 那这样呢给人的可信度就会很大 而且呢 它一直在打造它的与众不同之处 那价格呢 比那个还要贵 买80多块钱 那30天之内呢 卖出去374件 同样的一件宝贝 这个卖家呢 打造了很多的与众不同之处 都卖给 并且加以放大 我们看 他们把每一个细节 按压开关的细节 密封橡胶的细节 等等 每一个细节 包括这个用的塑料 这个用的不锈钢内胆的材质 然后防有标 那么每一个细节呢 他都加以放大 并且呢 都有文字说明 以打造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作为买家 非常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也非常 希望卖家呢 能够把每一个细节 都给他指出来 用文字给他说明出来 那么买家呢 会觉得 你很专业 然后他才会有购买的欲望 第四呢 就是买家不能够迅速的找到 某一个领域最专业的卖家 客户进入店铺啊 主要是从宝贝页面进来 有时啊 会从宝贝页面进入首页去查看 所以单个宝贝页面 一定要做得像这个领域的专家 首页设计 更要注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因为 大家是相信专家的 买家非常希望 他买的这个商品 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卖 我们看到很多皇冠店 或者是几钻的店 设计也很好看 但是不够专业 定位不够精准 他自己都不了解他商品的 卖点和具体结构 买家又怎么会去相信你呢 所以这一点 也是买家的痛苦 买家花很多的时间 进去的店铺浏览完了 一看 这个人很不专业 所以他就不会相信你 那么我们看呢 这一家商品 它的描述呢 给人的感觉就是专家级的 因为它的宝贝详细描述里面 用了很多专业术语 什么PPT的结构 构造啊 什么欧盟的食品认证标识啊 等等 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信任感 那么他的首页呢 还有他的授权认证 甲一培石 实体店的图片 等等 定位很精确 然后感觉呢 很大气 那么买家呢 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专家 至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这个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第五呢 买家不能够迅速 准确的判断 卖家的良好信誉 因为打开一个宝贝 他要花好几秒钟 他要浏览很多宝贝 就要花很多时间 有90%左右的客户呢 来自于淘宝的自然搜索 现在淘宝呢 在搜索结果里面 已经不再显示 卖家的信誉 买家需要迅速找到 高信誉的卖家 怎么办呢 只有打开每一个宝贝 去查看 才能知道他的信誉 所以呢 他会打开什么样的卖家呢 在文字标题里面 已经注明了 他的信誉的卖家 比如说有些大的买家 就喜欢买高信誉卖家的东西 那么你像这件宝贝 写了皇冠 或者是有的写五皇冠 五钻等等 那么这个大的买家呢 就会直接点击进去查看 所以这也是买家的痛苦之一 那么我们分析完了 买家的痛苦以后呢 我们就要给他对症下降 针对买家的痛苦 来调整我们的店铺 所以我们卖东西之前 一定要先去分析 买家需要什么 他在痛苦什么 为什么我经常讲 作为淘宝的卖家 一定要经常在淘宝上去买东西 你这样才能够了解